我只怕一個人 我看到那個名字我怕一個人 就是這個公車站牌讓路過民眾新嘎嘎 因為站牌名稱叫做夏西高 那不是很難聽嗎 不會啦 為什麼 這之前 之前早就知道了 之前我們上班這個時候日本時代的這個名字 原來夏西高是佐鎮區的舊部落地名 因為環境地形險峻 一片光突山頭 就連動作敏捷靈活的猴子也會滑落山谷摔死 才會取名叫做夏西高 而為了平衡城鄉交通差距 台南市推出小黃公車 一通電話兩人以上就能預約搭乘 解決大客車駕駛缺工問題 也保留了夏西高這個奇特的地名 作為站牌名稱 我們在偏鄉地方也推出小黃公車 就是用計程車來行駛公車的路線 像佐鎮的摔死喉 這樣很有鄉土味道的地名的地方 也都設立了小黃公車的站牌 來服務這些偏鄉的地區 因為站名特別在網上已引起熱議 網友也翻出許多世界各地有趣的地名 像是台灣的內施喉童石龜等 就可以組成動物園車站 日本則有適合道歉的對不起站 以及我孫子站 中國也很酷 在內蒙古就有一個三把火站 貴州則也有六個激震 呼搜地名大集合 看了都忍不住小出來 歡迎新聞陳妍衛 林委訊息愛傳台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